每年死于警察执法的人超过上千人 那么这个当中可能有黑人 但是可能更多的可能还是白人或者是其他族裔的 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警察 美国的警察他的执行公务 确实还要放在美国的这样一个环境里面来看 如果有打911 有紧急呼救 那你去到一个现场的时候 那你必须要做好一个思想准备 就是对方可能有武器 所以他是在这样的心态下进行执法 所以就是美国的陪审团 你要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就是设身处地的 你要想一想警察所面临的精神的压力 包括他所受的培训都会要让他说 那你要高度的警惕 随时要做好保鲜 要保存自己的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准备 那么美国的检察官同时他还扮演一个角色 这个角色就是 他其实并不是弗洛伊德先生的个人的律师 他是代表当地的州的政府 或者叫全州人民来起诉校万 所以其实他承担的门槛是非常高的 因为12个陪审团员将会被随机抽出来 他们当中可能各色人种都有 各种各样的职业的人也都有 然后检察官要试图拿出所有他掌握的证据 包括证人都要经受得了辩护律师对他的交叉咨询 然后要能成功的说服12个陪审团员 也就是要克服12个陪审团员心中所有的所谓的合理的怀疑 肖万和另外的三名警察现在都被以二级谋杀罪 当然还有过时杀人 但二级谋杀比较重 那么另外三名的警察也被协同或者是二级谋杀罪的重犯来起诉的 未来的审判究竟怎么样 当然还需要观察 现在四名警察的律师也提出来说 由于这个案件的高曝光度 他们担心自己的当事人 也就是这四名警察是否能够得到一个公平的陪审团 因为大家可能在这个之前已经产生了先入之见 而美国的司法的审判 在审判之前 那么法官都会告诫和提醒陪审团员 就是你不能听外界的这些媒体的报道 你只能看在法院里面呈给你的证据和证人 并且你要判断 就是这些证据和证人在接受交叉咨询的时候 他们是否帮助你克服了您心中的合理的怀疑 但是问题现在这样的一个事情 已经变成一个美国全国性的 甚至是国际性的事件 那么他的辩护律师可能也会提出这些方面的挑战 就是说他的当事人在当地 是否能够受到相对比较公正的这样陪审团的审判